年初新冠肺炎爆發 蔡政府搶先全球第一時間禁止 胡緋省大陸人士入境台灣時的許多 住在武漢的陸配女子 被迫跟家人分隔兩地 無法回台的小民成了他們的代名詞 1月26號的行政命令 全面禁止胡緋省陸人來台 2月12號論會召開記者會 表示基於人道考量 將開放陸配子女入境 沒想到隔天立刻被指揮官陳時中打臉 表示小民不准來台 即便家屬一再鼓鼓哀求陳情 直到7月16號 指揮中心才終於同意 開放讓小民來台 算一算已經時隔近半年 目前歐洲各國還有香港日本等 將近40個國家地區 都暫停英國航班入境 台灣卻沒禁止 反而在禁止5萬航班入境的時間 搶全球第一被質疑是雙重標準 為什麼要禁呢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戰略的邏輯而言 那幾乎就是要鎖國了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堅強 集中檢疫所的一個堡壘在 還是我們可以採用這樣的一個戰略 希望陳時中部長不要有雙重標準 不要有過度的自信 不要有用不同的眼色的眼鏡 在看待來自於不同地區的地方的人民 由於英國變種病毒傳染力增加70% 讓翟神朱學恆也忍不住在臉書開轟 說可以暫時封鎖的不封鎖 英國反台同機旅客長時間在密閉空間 感染率大增 許多網友也在PTT猛酸 一樣是大陸人 小明打死不給勁 因為小明是駐大陸的中國人 而大明是駐英國的中國人 一樣中國人 大陸來的小明跟英國來的大明 卻不一樣又雙標了 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話 基本上就是斷得很快 在我們看到英國就斷得很慢 當初從中國大陸回來那些小明 其實真的是受了政治因素的影響 而產生這樣子非常不人道的待遇 所以這個是很不對的 對比過去對武漢寄出的嚴苛措施 現在面對英國傳染力高的變種病毒 指揮中心卻顯得寬鬆許多 不免的讓人擔心 台灣的防疫會不會就此功愧一愧